大家早安 今天選擇現場 我們持續就帶你來聚焦的是 美國總統大選現在確定是由川普當選總統 那選後的新局到底在美國的內政上頭 或者是外交走向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好 首先要來看 這是川普現在所屬的共和黨 已經確定重奪參議院的多數了 距離掌控眾議院也僅僅是一步之遙 有望是展開完全執政 截至在今天早上的七點鐘為止 共和黨在眾議院的435個議員席次當中 已經拿下213個席次 距離過半數的門檻只差5席而已 那如果共和黨贏得眾議院的話 那川普有可能接下來的行動就是會 強行鬆綁能源的監管措施 還有加強邊境管制措施等等 好 當然這個川普在確定當選之後 各國領袖都強著要跟他來通電話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現在就表示在過去幾天 已經三度和川普通過電話 討論的就是現在中東局勢 伊朗對以色列的安全上頭的威脅 根據聲明 納坦雅胡在美洲的內閣會議上頭表示 雙方對於伊朗的各個威脅的看法是一致的 並且著眼於日後要加強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而由於川普是對伊朗抱持著比較強硬的態度 所以專家也相信納坦雅胡一直都很希望 川普可以重返白宮 來聽一下 納坦雅胡稍早的說法 在前面我曾經歷過三次 從川普總統的選領 川普總統的選領 這些聲明有很好的 非常重要的聲明 聲明有聲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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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英國之間的 我們看到一聲明 和聲明 在英國之間的 反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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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川普上任之後 國際的外交形勢到底會如何發展呢 在俄乌戰爭的方面 外界其實也關注到說 他曾經多次都提到說 他如果上任之後的話 一天之內就可以找出 結束俄乌戰爭的方法 外界就很好奇 當然川普的解方是什麼 畢竟他在選前的時候 一直沒有講得非常的仔細 而現在根據美國媒體 華盛頓郵報引述了知情人士的 一篇報導指出說 川普在七號的時候 和俄羅斯總統普丁有通過電話 當然就是就現在的 烏克蘭戰爭來進行商討 華盛頓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說法 指出川普在和普丁通過電話的時候 曾經說簡略的提到土地的問題 而川普也向普丁來表達 尽早就烏克蘭戰爭來做商討 相關的解決的方式 那川普也建議說 普丁不要在烏克蘭的戰事 會進一步的升級 提醒他華府在歐洲的軍事部 術規模是非常的可觀的 好 但是對於這項報導呢 川普方面辦公室目前是沒有 進一步的回應的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火腹露 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起碼 第二集 新 radii 東平 西河 西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